今天要來分析的是 全球祭典新年篇的活動 反正就時空跳躍嘛 就再來過一次新年吧 這次的話 簡單 剛剛簡單看了一下技能組 我覺得就是 他其實比較再次回歸了 國際版以前那種 使用技能時要相當注意配合的程度 不像前陣子的李陶那些的 是完全是無腦用角色啦 那現在的話 一樣就比較回歸 像以前國際版天文系列 需要一些搭配用 才會比較順手的技能組啦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囉 雙蛇 歐菲克斯星際級 天文 英雄 群橫行 三回合的話是8400 51414116 結株病毒 紅黃特殊株以外轉 兩顆破壞株 特大爆彈 三回合 紅黃屬性 紅黃色株大幅強化加連鎖 然後紅黃色株掉落率 特大幅提升 CG的話是對單體造成超大幅傷害 對全體造成激烈傷害 三回合 紅黃屬性 攻擊力恢復力提升130 被動一的話是破傷害 破障礙 還有風機無效 被動二的話是當自身在前頭 當天文或龍族種族發動主動技時 有機率掉落最多13顆自身炸彈系統 被動三的話是英雄 武士發動主動技時 紅黃屬性暴風激烈強化 被動四的話是當自身開始時或自身在前頭時 一回合點按連13連鎖以上的射珠 自身技能回合縮短環 一回合僅發動一次 那這個的話其他的技能組還蠻簡單易懂的 就是一定要配紅黃屬性嘛 那紅黃屬性我覺得有一個想法啦 就是子貢 因為子貢我記得 他也是需要吃紅屬性的隊伍搭配才比較有用 不過其實紅黃色珠大幅掉落率特大幅提升 其實變成讓他有點不是很好搭配的原因是在這邊 因為以現在的技能組而言 就是他們的轉珠都會是自己主色珠以外的顏色 像是藍珠就是轉紅嘛 那變成說紅對紅特大幅提升 然後就會變成說你壓縮了其他主動技轉珠子的空間 所以會變成其實這樣的搭配上我覺得不是那麼的好上手 那整體而言他變成他的隊伍同時要綁英雄武士跟龍族天文在裡面 以龍族武士的話應該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或者是龍族英雄 如果可以一次就放在一起的話 開技能就可以同時達成貝二貝三 那他這個貝二有一個地方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開的主動技是有弱C珠的 機率弱C 那這樣子的話 13顆自身炸彈C珠是掉不下來的 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下 我們再來講講第二隻 紅包獵手力喔 這卡片相當的紅包獵手啊 天文英雄攻擊型 三圍的話是7340 60 37 3008 主動技是減少一名敵人50%HP 然後特殊珠跟黃珠以外轉黃爆彈大 三回合機率掉落黃爆彈大 黃屬性連鎖黃色珠和C珠生成激烈縮短 那CG的話是給予單體激烈傷害量20回合 支撐攻擊力提升20 那 被動一的話是破傷害破障礙跟暴風超大強化 那被動二的話是當天文英雄神族動物龍族在前頭時 新珠機率轉自身C珠還有自身C珠大掉落 那被動三的話是自身體力型恢復型均衡型技巧型點按次數加一 被動四的話是當冒險開始與達到最終階層自身技能回合縮短6 兩側技能回合縮短2 那我自己覺得利歐有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就是 呃 李陶跟阿薩那隊 因為他們是龍族嘛 所以龍族的話被動二可以吃在一起 然後又有機率掉落黃爆彈跟連鎖黃珠 可以讓他們版面再更加漂亮 因為阿薩加李陶開下去就已經只剩紅黃新了 那就是可以再配上一個新珠轉C珠掉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搭配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又可以再點按手指 然後剪CD的話其實是蠻常見的 那第三 最後一隻是美學大影響家派倩斯 天文機械恢復型 三圍的話是702649764523 嗯 恢復型攻擊力比較高呢 好 呃 綠跟特殊珠以外轉綠色強力定石珠 全小色一次病毒無效 解除前紅轉綠爆彈掉落自身連鎖障礙定石珠 點按字數加1 那這個病毒無效的話 就可能像別的遊戲的弱體無效一樣 就是人家上debuff啊抵消 然後他沒有他沒有回合限制 所以是然後目前看起來應該是不會疊加 這個技能組看起來應該是沒有辦法疊加 所以就是人家丟一次病毒之後 你下一次再上技能 然後你就可以再檔一次 他就是檔一次檔一次檔一次 但是他這種技能組我們還是要再強再次強調 他跟防毒一樣 他沒有辦法解毒 他只能防喔 就是你被上毒之後你沒有辦法解喔 你只能防住他 CG的話是對單體造成激烈傷害 恢復給予傷害2%HP 一回合綠屬性攻擊力提升300 被動的話是破障破泡泡跟破而定石 被動2的話是冒險開始時 綠屬性天文機械種族 前頭角色技能回合縮短2 然後同時擁有天文及機械種族的話效果不重複 所以這個技能組相當的有趣喔 如果你有辦法達成綠屬性加天文或機械在前頭 他就可以一次開場減6 那因為派翠絲是65C 所以我不覺得大部分的人會把他用到99 所以的話如果他自己放前頭 就是會一開場就可以直接跳技 但是相對應的來說就是他需要個減C第6 就是要99P 他這樣放頭才會比較有效益 那被動3的話是80HP以上時 愛心珠轉綠色強力定石珠 然後9回合 那被動4的話是一回合等按 12顆以上的障礙珠還有定石珠 機械 機率掉落最多8顆綠色破壞珠 但是這個技能組其實比較像是 增進爆發啦 不然的話一般情況下 我覺得要機率弱 8顆破壞珠基本上應該也是扎不下來啦 所以也是相當的需要吃一個搭配的技能組 那他技能組而言的話 是只有自身連鎖 那是是永久 點按次數也是永久加 所以點按完到後期的話 他就是可以自己永久 無止還有連鎖障礙跟定石 那連鎖障礙跟定石的話 其實我覺得算還OK 就是打一些比較機車 掉比較多那種很奇怪的珠澤關卡 就會相當的有效益啦 但是平常的話我會把他定位在功能卡 那平常的上場率可能不會太高 像是 陶悟的技能組 我覺得陶悟也許 也許有機會讓他上去也說不定 超巫師級也許可以 吉巫師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我覺得 他的技能組感覺有一些些機會啦 那如果已經有國際版的人用他打過的話 就也是可以 那結果上來說也是可以用他來打啦 那整體而言這一次的話 相當的需要 使用者的操控能力 因為其實說句實在話我覺得 不算是好搭配的幾個角色啦 那說句實在話 星氣級他算是整支三支裡面最難搭配用的角色 那 利哥嗎 利歐跟 派遷師 派遷師我覺得這兩支算是相當不錯的 那利歐的話可能 可以融入龍隊 那派遷師也許可以在天文的系列裡面 然後去玩那個 陶悟 也是有可能的 那整體的辭職是這樣 但是如果是以一個在刷手抽的新手而言 那現在有三支嘛 就是財神 然後 全球新年 還有全球 全球的聖誕節 那我還是會優先財神跟聖誕節 這兩支可能還是會好一些些啦 這個的話可能就比較 還好一些些 這個的話我就會推薦新手不太刷抽 因為 要玩這幾支你需要有一定的背包深度 還有遊戲觀念 不然你會覺得他們很難用 那我的分析大概就到這邊 那喜歡我們今天有分析的話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就這樣子囉 掰掰